好,下面第八个,参数方程确定的函数求导,这个我们也讲过啊, y.y.x有参数方程,x.phi.t,y.psi.t是确定,是吧,然后求导,这个不用无啰嗦了,好吧,就是分子分母同时处于dt,那么上下函数对替求导, 但是求导以后呢,你可以把它计成是一个z.t,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y.x就二接导的时候呢,你还是,就是dy.b.x再d.b.x都对替求导,明白了吗,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必要写这么复杂了,这是算公式啊,那实际上你可以直接写什么,由于你把它计成z.t了,所以这个东西是z.t, 所以现在是z对替求导,再除以x对替求导,这是更容易计啊,很方便的,这里题目非常多啊,这种题,数一数二同学是特别爱考的,看个例题4.8吧,那这种题太简单了啊,分析, 说是y.y.x由参数方程所确定,求y.x,求二接导,这x等于9处的值,实际上这有一个什么,那这就是小综合吧,对吧, 这很简单的普通函数,这个变形积分了,所以第一步, dy比上dx,它就等于dy比上dt,除以dx比上dt,对吧,那么你上面这个求导嘛,就直接带你呢, 1的1加上2倍的loin t次方,再除以1加上2倍的loin t,对吧,再乘上,那符合求导呢, 对t再求导,变成2比上t,对吧,那么x对t求导呢,是4t,对不对, 这个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好,整理一下呢,它就等于, 这个上面这个写的是e了,这个呢,是剩下t方, t方跟t约掉,算一个t,所以呢,是2e t,对吧, 所以有个2e t,好,就刚才叫2e t, 一画横线,切掉它,好,底下呢,是4t乘上1加上2倍的loin t, 好,再约一下,2跟4是约掉,这是t,所以呢,是e, 比上2倍的e加2倍的loin t,对吧,所以这个呢,可以并成它是zt, 所以继续,那么,d方y比上dx方, 它就等于,dy比上dx, 再d比上dx,对吧, 这儿除以dt,这儿除以dt,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整个这个再对t求导了,是吧, 所以相当于是, e比上2倍的e加上2倍的loin t, 看到意思吧,是不是它对t在求导,底下呢,还是什么, 那很简单的,4t了,对吧, 所以你只需要超高纸,把这个解决一下就行了, 这个呢,1分之1不用管它的啊, 1分之1提到前面来, 那么相当于1分之1求导,是负的, u的平方, u的平方分之1,对吧, 再沉一点,那么u求导了, 是2比上t了, 所以这个约掉, 那,然后跟底下的4t, 再约一下, 所以答案是等于负的, 因为这是e, 比上4t方乘上1加上2倍的loin t的平方, 对吧,好, 到这一步呢,我就不再往下写了啊, 然后大家把值带进去, 就得出来答案了, 好,到此为止啊,就写完了, 你们把它做完啊, 这个当作业,把它做完, 这个不能, 好,例题4.9, 又是一种综合体验, 这个也打得清啊, 这个当作业做, 这个又符合一点, 什么呢, 这个很简单, 这个是不是变成隐含数了, 那隐含数两边一起对替求导就可以了, 一样的啊, 这个呢, 是我们说的啊, 就是参数方程所确定的。 对吧,